我們看第二題 第一題 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以力量 F 以這個仰角吸他 拉到一個物體 這地面 近摩擦係數4μs 第一小題是問說 將物體拖動的最小力為何 這個 將物體拖動的最小力 好 那我們怎麼做 就是這個 這力在水平方向的分力 一定要能夠抵抗最大均摩擦力 比如說F 和塞系大L 大L等於多少 Fs 這等於μsn 那n等於多少 我們在這個方向 合理等於0 n 加上Fs 4 減到w 等於0 那n都可以算出來 n 等於w 減Fs 4 然後把它帶進來 但接下來就是μs 剩下Fs 呢 我可以求F 的最小力 把F呢 移過去 就F cos 再加μs s3c 加大乙等多少呢 大乙等μs2m 好,那所以我就知道 f 就大乙等多少呢 大乙等就是 cosc加μs3c 分子μsw 那這個是你把 c固定的時候 這個是最小的 不過你還可以調整 調整c 使這個更加的小 我們知道這個 cosc加上 μs3c 這我們知道 是小乙等多少 小乙等多少 這是 1加 μs2m 大乙等於負的 但是這個不能負的 這個至少要大乙 那它的導數 就變成多少呢 它的導數 cosc加 μs3c 它導數的話 大乙等於負的 大乙等於負的 更號 e加 nus2m 所以這個大乙等於多少 大乙等於負的 更號 e加nus3m 也就是說 當你s打固定的話 這個是立的最小值 你可以調整s打 使得這個值更小 那最小是這個 這是第一小子 那他問說哪一種角度會使得幾小子成立 就是當吸打鼻子幾度的時候 這一項會等於這一項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檢查 這裡的話 我們把這個插掉 這個東西 cosθ加μs的3s 這我把它畫成多少 我把根號1加μs平衡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 這個就變成是 根號1加μs平衡 分之1cosθ加3 那這個 我可以令他等到上來 令他是等於cosθ 那這個是1 然後就是μs 那這個斜面就是1加μs平衡 這個斜面就是1加μs平衡 那這就是fi 所以這就是cosθ 這一項是cosθ 那這一項是sin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1加μs平方 分多算cos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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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等-y 好,那問題是說 什麼時候 它會等這一項 這項等於0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一項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根號1加μs平方 這個如果我們剛剛寫的 那什麼時候等號成0 就當什麼 當c-ta-phi等於0度的時候 當c-ta等於phi的時候等號成0 這phi等多少呢 phi滿足多少 滿足這個 這個 就是sin y除以cos 就是tang-phi等多少 μs除以1 就是tang-phi是等於μs除以1 也就是說phi是等多少呢 act-tang-μs 這個時候等號成0 所以第二小題呢 答案是這個 當仰角c-ta是等於這個值的時候 當仰角c-ta是等於這個值的時候 這個時候等號成0 f呢有最小值 的確是 謝謝